哈囉我是阿滴 哈囉我是滴妹 我是啾啾鞋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直考英文題目 好的 又回到了我們 要挑戰自我極限的時候了 沒錯 所以今天 如大家可見 我們今天是要來考直考的英文考科 這個系列的話呢 我們之前做的是我跟滴妹的 PK 挑戰 今天的話其實我們把它定位不是 PK 挑戰 我們今天定位是什麼呢 是 YouTuber 學敗 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要請考究竟學 今天我們不是要來 PK 我們不是要來比速度 今天我們是要來準確的把每一題搞懂 我的想法是我們同時考這個考題 我們只要五十分鐘以內把題目全部都做完 然後所以可以檢查自己的考題 就是當作是自己一個正常的考生 所以考完之後我們就再來檢討 然後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教學 今年如果有考直考的高中生們 或者是你即將要考直考 或者是你已經沒直考 非常遠的 不管是哪一手人 都可以透過這一次影片的系列呢 學到很多的英文 上次我們是挑戰十五分鐘內 把全部考題寫完嘛 因為真的 就是有點緊迫好不好 十五分鐘 然後有一些是你畫錯 對對對 OK 了解 不小心看錯題目 對對對 所以呢我那時候好像錯了 哈哈哈哈 但是 對 今天 我跟你講 信心滿滿 有嗎?完全沒有信心滿滿的感覺啊 所以今天盡量 我們就挑戰滿分 我們兩個 OK嗎? 我們兩個 隱密的這樣子的PK 好不好 我們不要讓觀眾知道 好的好的 但是我們私底下就非常不好 OK 讓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聽說 今年這一次的考試 比去年都還要難很多 有 我有聽說 我也沒有到非常有把握 不過我們就盡量 然後希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跟我們一起 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重點是學到東西嘛 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就是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嗎? 我最擔心的是 等下我粗心錯很多 然後結果啾啾鞋噴出來 變高 欸 從此以後變啾啾鞋英文 你知道如果發生這種狀況 你是走不出這個公司嗎? 直接就直接就會關在這裡 就出缺的 不是關在這邊 是辦公室 那個下禮拜 下禮拜沒看我上傳影片的話 記得來這個地方找我齁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就來做題目吧 1月2年指定科目考試 英文考科 計時 開始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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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鐘 太快了 20分鐘 耶 完成 35分鐘 很久喔 很久 很久 3秒 寫完好不好 好 結束 OK 總共是 我們花了 48分鐘左右 好 考完了 那 各位有什麼感想嗎 20分鐘 謝謝 自己就很屌對不對 秋起來了 所以你們覺得這次游考比較難嗎? 其實我有偷寫去年的 我覺得 今年的比去年難很多 所以要跟去年的指考比較 對 光是單字其實我覺得就差蠻多的 我們接下來 改考卷的時間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我很怕說就是 真的嗎 你剛剛寫太快有沒有 想要耍威風 麻波多來喝的什麼東西 沒有滿分我這個就糗了 對 啾啾鞋你覺得 大概抓在錯幾題 錯... 十題 十題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答案揭曉 開始對答案 好 大 大的 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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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邁 秋起來 注意一下 大 H 我都畫這種小勾的門 等一下 C F 我寫錯了 等一下 滿分 滿分 你真的滿分喔 滿分 好賽 錯三題 你說三題而已耶 很強耶 真的錯耶 疏忽我意料之外 我就說三題耶 我兩題 你錯兩題 從此以後阿滴一門變成三人豬好了 真的 你知道我來 你來上節目你來主持 這邊不用殺人了 對 OK的 這個節奏是OK的 有錯的題目我們來檢討一下 雖然今天這樣好像沒有辦法學到什麼 只有五題而已 大家都對 好所以我們來檢討一下 我們有錯的題目 第一題有錯的是哪一題 OK我們來看一下 Watch out the band has just been painted You can fan the wet paint if you want to Summer it's drying 這一題答案是B Hasten Hasten 因為Haste H-A-S-T-E Haste它是快速的意思 快速的 然後Hasten就是把它加快速度 Fast A的話 因為我想說Fast 然後Fasten是加快的意思 所以它這個就是陷阱 Fasten是Fasten your sea felt 系安全帶的動作 所以Fasten是系的這個動作 Fasten它沒有快的意思 那系腰帶也是Fasten 對 或是就是put on也可以 就是陷阱題 陷阱題 但是我覺得這題很有趣 你到底是多需要坐在那個公共營上 油漆沒有乾 你要先用三的 三三三的快 乾乾乾乾乾乾乾 好所以第四題答案是 是B OK然後其他都沒有問題 OK 所以像我覺得這一次考的 很多單次就還蠻難的 像比如說 第六題的Monotony 它是單調性 然後第七題 hysterically 歇斯底力 歇斯底力 第八題的coveted 眾所渴望的 對對對對對 光是單字這邊我覺得 難度都比較高 對難度測試甚至高 所以我覺得有比學測滿 對還有哪一題有錯呢 我是綜合測驗的十二十四 十二十四 片語是我的落象 十二題其實我也看了一陣子 十二題我就是B跟豬在選 對我也是D跟豬在選 我選A 這一篇整個是在講的是 法國他們想要讓模特兒不要過度的受 受到病態 所以這邊的話呢是 the measure aims to 什麼 the glorification of dangerously thin models 它是說這個法案 它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A的話 put up with 是忍受的意思 它是忍受 put up with something B crack down on 是要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C give into 是某件事情屈服 對 give into 是屈服 對然後最後D look out for 因為它是小心這件事情 look out for something A的話一定錯 這個法案不是要忍受他們 我是B跟豬在選 你覺得為什麼選豬 應該是要look out for unhealthy models 對 而不是就是我覺得它關注的議題不太對 然後我想說crack down 感覺是要把它弄掉 解決 對所以我後來才選B 其實我剛剛以為crack down 是解析分析 我覺得片語就是這樣子很有趣 就是片語它可能都是你知道的單字 但它組起來會是一個你不知道的意思 答案是B crack down 就是要解決某件事情 再來下一題是14題 這邊講說 Moreover they will be 什麼 Regular weight checks 這個也是片語 這邊A的subject to 是說你會成為這個東西的主體 你會承受 如果你說 you are subject to interrogation 就是你是會 要接受調查 對要接受調查的人 它這邊的中文應該會是說 他們會是成為定期體重檢查的主體 我覺得也是蠻難的 這個subject to 其實還蠻抽象的一些片語 對它是有一點像是那種你知道學術論文才會出現的東西 B的話的custom to是 習慣 對 然後C跟D就一定不是什麼 Sick bless with 就是有祝福 然後D familiar with 是對什麼 一些事情很熟悉 對對對 14題答案就是A 等一下 腳麻掉了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錄的狀況是跪著 剛剛考試也是 對 7C跪著考試 你看做教育影片不容易 跪著教大家 這樣子錯三題可以 謙卑 謙卑的教 可以啊 我錯兩題也可以啊 然後再來就換我了 我錯在篇章結構那邊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看太快 看太快 OK 看太快 50分鐘的時間 其實不夠 對啊 其實應該要 我好像還給他滿久的齁 給他多一點 我們都不對 很酸 太好中心了不對 我是錯了31跟33 答案寫顛倒了 對 那我們來看31題 31題是講說 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for a starfish If a starfish loses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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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空格之後 它講的是 snails can even regrow their heads 所以就感覺是它中間 要舉很多很多例子 所以答案是C C就是 The same thing happens for lobster salamanders and many other animals 所以它在這邊是在列舉 所有會再生的動物們 然後接下來 你錯了另外一個33 它這邊在講說 欸我沒有 我過去沒有看到 bi-directional跟 uni-directional 對 所以因為它在講一個兩個的對比 對對對 uni-directional uni就是 單向 像 unicorn 獨角獸 所以uni是單向 那bi就是 雙向 這邊在講單向的再生 跟雙向再生 bi-directional regeneration 所以前面的話一定就是放 uni-directional regeneration 對對對 我覺得這邊這個題組啊 有一個解題的方式 在看這個答案的時候啊 你可以去看後面的 跟前面的主詞 有沒有相似 像比如說第三十五題 的答案是不是豬 豬裡面有哪一個關鍵字 magic of the planarian 所以你就可以看後面是不是有 planarian 有 one planarian can be created over and over 就會再講到這個相關的東西 所以像是剛剛那個名詞也是一樣 uni-directional bi-directional 然後剛剛三十一題也是很多個動物 所以就是應該是動物 你看喔還有你看三十四題也是 hydra 四十單元 對對對 這也是hydra 這題真的不應該錯 今天就這樣結束了耶 真的耶 欸原本jojo寫還說他會錯十一題 對啊 我想說啊會不會太多 我講不完 久久來做一次這樣的題目也不錯啦 我要回憶這種痛苦的事情 你看當youtuber很辛苦 真的 這次之稿很有趣的還有那個 他的中翻譯變成是翻譯那個世大運 你還有時間看這條嗎 對啊我就往後看 完全沒有我寫完就是剛好時間結束了 然後還有那個英文作文啊 他竟然是要寫關於寂寞的時刻 所以今天呢我們挑戰就到這邊結束 不知道有考執考的各位小弟們 有沒有考得怎麼樣呢 那如果各位有哪一些覺得很困惑的題目的話 因為阿滴本人是考圈隊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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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請在留言區下面留下來 如果你有考執考 你對某一題很困惑 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答案的話 可以留在下面的留言區 有機會的話幫各位解答 那這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我是阿滴 我是麗玫 下次再見囉 掰掰